歡迎收看醫師討厭 歡迎收看醫師討厭 歡迎收看醫師討厭醫師討厭 歡迎 我們今天兩位替代賓 邰哥 請問你知不知道急診 為什麼叫做急診 當然很緊急啊 要診治啊 但很多人不知道 以為就是說急診 那就是可以馬上看囉 那為什麼我每次去 都要等很久呢 所以嘛 這就是一般人 對這個急診是說 我到那邊醫生就要馬上給我看 這一種理所當然的那種觀念 對 錯誤觀念 對不對 是 所以我這邊就有問題了 考考大家 請問大家知不知道 急診的減傷分類 總共分幾級 請做答 幾個等級 乃哥來先 我寫五 你覺得有五個等級 對不對 對 我也謝謝 怎麼這樣 我剛剛本來是一開始要寫五 但我後來想說太麻煩了 寫三 看起來 分幾級 五級 五級 寫錯的 代表你身體健康不常掛急症 這是真的 很少煩你們 很少煩你們 但是還是有 我這個其實減三分類的概念 我想這個現在很多民眾都有 都有 那到底分幾級是正確 其實沒有一定答案 台灣在以前分四級 現在很多國家也不一定分五級 但是這個就是以前 你可以分兩級 這個嚴重不嚴重 所以要分幾 對 穩定不穩定 但是你這種分辨的 鑒別度就不好 所以以前大家從四級 那台灣大概也是跟著 國際的潮流 根據很多科學的證據 就認為把它分成五級的話 那基本上這些 鑒別度很夠 那這種危急的病人 他也不會延誤 那不危急的病人 他也不會干擾 或是這個 干擾到這個危急病人的救治 所以目前台灣是採取五級 那這也是目前社會的趨勢 所以大家講說 民眾都 掛急診就是要馬上看 對一半 馬上沒有錯 看是誰看 所以他根據你的症狀表現 根據我們的一些科學 減傷分類的系統的導入 用一個科學性方式 我們把你分成一二三四五 那大家都知道 一就是 不管急診室是什麼狀況 大家都要停下來 先救這個人 你知道到急診室 看到有人躺到病人的時候 什麼 我家都不急 你真的很常去 你很專業 我們這種有長輩的 對不對 像當時 我當年我媽媽我岳父 送急診的時候 血壓比如說 低於50 那他們就馬上 馬上要進去 什麼心電圖 管子都上 對 對不對 看狀況 還有一堆在旁邊滑手機的 那真的是 對 像什麼車禍 撕裂商那些 都在旁邊哼啊啊的 沒有理 一集都沒有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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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五級又誰 醫生 很大聲 真氣十足 今天這集很精采 因為急診醫生們 要來分享他們的 心酸鞋內 很辛苦 這個急診醫師呢 趕入不敢言 被當出系統 好無奈 今天全部急診醫師 對 全部全部 你不是救護車在門口 我們很安全 現在是 現在是 這可以發生心肌梗塞的事 對 今天不急 坦白講這我剛剛講過 這是一個科學的分類 不是你個人認為 你急不急 你個人認為每個都覺得自己很急 對 所以我記得很清楚 在很多年前 六七年坦白講 不是急診室的就醫的高峰 但是會有一群人 就是說他早上趕著上班 他的症狀也沒有嚴重到 需要請假看醫生 這種大部分都是請假 換句話講 如果你正在照這個分類的話 大概大部分是五級 頂多第四級 那有一次大概也是早上六點多的時候 有一個很年輕 很年輕的人 就跑來掛急診 坐下來坐 那本來一開始還好也沒什麼病人 就進來坐 不過他剛講他的症狀 講一兩句的時候 就有一個危急病人被送進來 大概就是一個車 嚴重車戶 我們兩個人就一起衝進去了 所以這個人就說 他和我講了症狀兩句 我講說肚子痛了 有點噁心響出 就這樣講 我還沒有碰觸他 我就衝到肌肉室去 他一開始也沒聲音 不過大概過了五分鐘十分鐘 我就聽到外面有聲音 什麼急診 醫生看一半就不看就跑掉了 那護理人我也聽到在安撫他 那我在裡面還是急救 先不要去花時間在他身上 當我裡面 處理到某個階段的時候 我就聽到外面的聲音 越來越大 我們急救是兩個醫生 我想說我就 挪一點時間 應該解釋一下好了 我去的時候 其實我也很客氣 我就說先生不好意思 我知道你看到一半了 但裡面有個危急病人 我說你能不能讓我 先把這個病人看完 他現在又回 對 他說你們醫院的問題 好刺濕喔 這個有點出乎我的意外 一般這樣講 大家都會有這種憐憫之心 好酷喔 不過他講說關我什麼事 我聽了之後有一點 有一點愣道 找最大隻的警衛去對付他 揍他 對 他說這個是你們醫院的人力 配置的問題 好像有點道遠 對 怎麼被睡入了 怎麼被睡入了 醫生爛逃了 前面那個關我什麼事 我就有點心裡不太高興 後來我說 我也不想跟他扯了 我說還是進去看 裡面這個病人好了 我在裡面看看之後 就聽到他裡邊吵一吵 後來大家也在忙 他也不想自討沒去 就走了就不看了 其實這個在急診室 這是一個重要品質 就是有多少病人 你的診療沒有完成 他就離院了 一般好的一個醫院 就整體 不管是人力配置 支援配置 這個病人的滿意 或就醫品質的滿意度 它不應該太多 那個就是我們會記錄 所以當時也是覺得 心裡面也感慨了 還是一樣再感謝大家 就是說 典三五級 如果你真的不急 你如果不急 醫師有空 醫師不會故意的延誤你 沒錯 但是如果今天會讓你等 一定是前面 有比你更緊急的病人 對 讓醫生跟護理師 先把這些看完之後 來再替你做這個服務 沒有放過急診 當然啊 一定的 為什麼要當然 我也沒有 我都沒有放過急診 真的假的 你沒有放過急診 對啊 你剛剛學的那樣誰相信 不要不承認 帶別人去掛急診 那都有啊 或者說我們帶小孩啊 自己去啊 都有經驗 是 那當然就是說 剛剛賈醫師講的 這個是 就是一般民眾 搞不清楚狀況的 那真的沒有同理心 但是我曾經遇過醫師 是這樣 就是說 因為我們都知道呢 急診其實就像打仗一樣 對 其實就是有個巔峰時期 特別是在五月十二點 一點 兩點那個時間 對 就是很忙很混亂 所以如果你去看急診 護理人員對你的口氣不好 請大家要多擔擔 他們太忙了 太累了 因為這一個部分 其實很多民眾都被教育了 那當然也包括我們在內 所以我有一次是因為我的肚子痛 胃痛 那就是噁心疲痛 因為又吐不出來 然後就整個肚子是腳痛的 那的確像賈醫師講的 這種我們會覺得很痛不舒服 就是五級嘛 對 可以在那邊在等的 一直在挨的 那我跟你講我到了呢 就是減商分類完之後 就是 比方說我拿的號碼是三十七號 那我就看了一下說 現在是三十五號 那也沒有什麼太多人 那後面陸陸續續有人來嘛 但是至少我只要等 兩個 兩個 就換我了 這樣子 但奇怪了 半小時過去 一小時過去 還沒有輪到你 不是那個燈號都沒跳啊 我前面還有一個人嘛 那再加上那個 假設他三十五號 應該在裡面看 看太久了吧 是跟醫生聊天吧 之類的 就想說哇 他是什麼病啊 為什麼他要看這麼久呢 就很好奇 就問一下護士小姐說 請問這個三十五號 他怎麼了嗎 為什麼會看這麼久 那護士小姐就看我一眼說 我也不知道 蛤 我說蛤 這麼冷漠 他說他不知道 因為他真的坐在那邊忙他的事 他怎麼會知道呢 那我就說 那我還要等多久 不知道 那我想說算了 我自己去看 那因為我前面的人 看我這樣問嘛 他就跟我一起去 我說你是 我三十七 你三十人 對 那我們倆就一起去看嘛 那我們就故意晃來晃去 你真的是第五集耶 沒有道理嚴重嘛 剛剛不是腳痛嗎 沒有 你一開就真的看到一個病人 他是真的躺在床上打點滴 是 那我們先講說誤會人家 很嚴重 對 真的真的蠻嚴重的 所以我們又到旁邊去等 結果又等了半小時 一小時 兩個小時 這麼久 這麼久 我想要算了 那時候突然 感覺有點肚子痛 那我到廁所去呢 我就就是把 挖著讓自己吐嘛 我就聽到隔壁是有人在講電話 而且疑似在吵架 應該是跟老婆 或是跟女朋友在吵架 那我就出來 這個人出來 一看是個醫生 因為他就穿醫生的衣服 傻眼 那出去完之後我就回去之後 欸 我看到三十六號進去了 哇 那太好了 下一個就換我了 是 對 就後來他很快喔 進去沒有一分鐘 跳三十七號 結果我一進去一看 那不是剛剛在廁所 跟他吵架這樣 吵架這樣 對 那他看到我他也覺得 尷尬 有點尷尬 結果說你怎麼了嗎 也是一分鐘就把我解決了 對 他在講電話 有看到你在閒晃 想說等一下 想說稍等一下 對 所以那種感覺就不是太好 那當然 可能他真的蠻重要的 但就是 如果你跟賈醫師 剛剛遇到的狀況比起來 那這種可能就會讓病患 真的不太開心 他在急救他的愛情 對 救他的婚姻 救他婚姻 不要講愛情 婚姻比較重要 因為每位急診醫師都遇過 就是有一些民眾 會喜歡在公園喝酒 喝完酒之後 會喜歡在公園睡覺 然後睡覺的目的是醒酒 可是台灣社會太有愛了 這些人都一定會被叫救護車 送來急診 有的人酒品很好 他來就是睡覺 他就說你不要給我吵 我要睡 然後你問他哪裡不舒服 他也不會不舒服 之前也遇過就是 真的就是這樣子 他在公園喝醉酒倒在地上 路過民眾說 他這個可能要送醫 然後那個患者不肯 他們還報警 對 然後那個可能就是 在現場跟警察大小聲 所以後來他是 被送來急診的時候 警察跟在旁邊 然後他也跟我大小聲 我沒有不舒服 你們幹嘛把我送來 反正就吵 吵了之後他就 醫生自己要急診了 趕快去換急診 很大力喔 然後最好笑的是 警察其實站旁邊 我會踢一踢三下之後 我就有點痛 警察說沒關係我剛剛被踢八下 你還被踢三下 你到底不是警察嗎 對 你怎麼不制止他 然後他 他那時候應該是在看 他看一看他說 對喔 不然這樣 我這邊有密錄器 你要告他的話 我影片給你公開 對啊 如果有遇過 其實每一個在急診 應該都遇過急診暴力 應該是都這樣子 然後你年資夠久的話 然後有時候急診 也會有遇到那種 意想不到的危險 就像 我們之前遇過那個病患割完 然後送來我們講一講也OK 你就說我們幫你打破傷風 等一下要幫你縫合 然後等到我們準備好之後 要進去幫他縫合 就看到他 手上又拿了一個美工刀 好恐怖喔 在那邊割 然後割 我們就是為了要制止他 就是要在那邊 搶刀子 天啊 所以也是差點會傷到自己 可是這也沒辦法 因為你又不可能 患者一來你又說 你全身收身 什麼的 有金屬探測器也不可能 好恐怖喔 對啊 不過就是 久了就是還是都會遇到 其實在急診 本身 本身他的地方就是有一個 有高風險的地方 真的 對不對 因為你每一個來的狀況不一樣 就像你那喝醉的 發酒瘋的 那真的也會 急診這個急 其實就是病人危急的急 對 而不是交急的急 而不是你心情交急的急 是 那我記得也是 我在偏鄉的急診資源 就我們一個醫師 兩個護理師 然後我那天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被鄉親們圍攻 你知道嗎 因為病人真的非常的多 我問診速度很快 可是我們問完診 護理師要幫病人處置 其實需要時間 所以我可以一個接一個看 可是 護理師得忙著幫病人 可能打點滴啊 用藥物啊 那這時候 來了一個緊急的病人 我也只能把眼前的病人 趕快問完診 確定他沒有生命危險之後 趕快去做急急病人處理 那也一樣 就是來了一個很常來偏鄉 也是常常喝酒 就慢性的移障眼 所以常常會肚子痛 所以其實他每次來 就是打點滴和打止痛藥 舒服了其實就會回去這樣子 那一次他來 我簡單問了 也沒有父母員徵兆 我就好 那我就要開一開 就進去忙 急救室裡面一個緊急的病患這樣 那在處理之後 我就聽到外面就是 那一個人的聲音 開始大小聲 就類似就是 我們為什麼丟著他都不管 然後他說 我都等了那麼久 都沒有人來幫我處理這樣 然後我心裡想 正要出去的時候 就聽到叭叭叭叭的聲音 然後我趕快就去砍翻什麼 怕病人倒了或什麼 結果是他把旁邊的垃圾桶給踢翻 就是他 有點情緒失控這樣子 然後其實 我們真的沒有時間去安撫他 可是我就是請了一個護士 那你先趕快幫他打針 你趕快把他處理好 我們才有心去忙 我們真正想要忙病人這樣 那護士就去幫他打針 那我在裡面 急救那個病人到一個段落 終於閒下來 我到外面去 要處理來診區的病人的時候 我在找那一個人的時候 怎麼不見了 護士對 怎麼不見了 就發現他應該是 我說有這麼生氣嗎 太氣了吧 對 有這麼生氣嗎 那後來我們就開始 又一陣的忙碌 沒多久有一個外傷的人 就是被送來急診室處理傷口 我一看 不是剛剛 剛剛那一個人 剛剛那一個人 我就問他說 你剛剛不是打針 為什麼你跑出去 怎麼現在受傷成這樣 你是怎麼受傷了這樣 因為他就是遍體淋傷這樣子 然後我說 我剛剛就你們幫我打好針 你們旁邊就有一個神經病 就嗆我 就說 為什麼你要這樣對醫護人員 然後做事要攻擊他 所以他就趕快拔針落跑 結果那個人就追出去 把他打了一頓 很棒 很棒 急診室也有正義 沒有 他就打了一頓就送回來 我們就幫他處理那個傷口 後來輾轉問問 才發現 其實那一打他那一個人 其實也是我們計程師的常客 他也是常常喝醉酒 會肚子痛 但是他其實在江湖走跳 比較有爭議感 所以他那時候就嗆了他 然後就把他打了一頓 打了一頓 送回來處理傷口 很讚 很有正義 正義之心 對 來 我們再來看下一個狀況 急診醫生想笑不能笑 看診原因超奇葩 想笑不能笑還好 變成沒禮貌 真的沒有禮貌 我們有一個年輕女生 跑來掛機診 檢商戶士就問 知道這個小姐哪裡不舒服 她的主述是 護理師就講說 你可以去外面 去驗運 不產科 買一支 半月不管什麼時候 你去買一個驗運棒 第一個 比掛機診是便宜對不對 第二個 真的 這個不管哪個系統去評 這個大概是六級 真的 她說 她說沒有 我在家裡驗過 就是隱隱約約看掉一條線 那知道嗎 這個我們自己驗的不準 我想請專業的醫師幫我確認一下 Double check 那這種的 好吧 你讓你掛急診進來 我們也頂多請你再去 驗一次 用醫院的試劑再幫你驗 人家其實跟外面買的其實也差不多 那她是 她真的有懷孕嗎 她真的有懷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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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開心還是難過呢 是 還記得有一次 就是媽媽帶了一對兄弟進來 兄弟進來之後呢 看起來也沒什麼大礙 好像有一個 好像弟弟眼睛臉邊這邊紅 有一點紅紅的 問她怎麼靠 媽媽就說這兩個看電影 看完之後就回去筆劃 弟弟的臉就被哥哥打到眼睛附近了 然後就來掛急診 其實也沒什麼 媽媽擔心因為靠近眼睛 媽媽擔心就是帶弟弟來 那反正哥哥也被打了幾個巴掌還是怎樣 就兩個一起檢查 那其實弟弟在有點紅啊 眼球看起來是還好 哥哥說是傷都不至於 就是兩個掛急診的就一起來檢查 像這種的其實我們有 其實民眾分急不急是什麼急 大病小病其實我們也知道不容易 那如果你要掛急診沒有關係 那掛了之後我們也會馬上看 但是第一步是減傷護理師幫你看 如果真的是四級五級 前面有緊急的 還是請你耐心等候一級 我之前呢我人生中身上 我很常受傷 就是我已經受傷到 他走路走路就會帥 我自己走路我左腳會扮到右腳那種 壯壯心步 對 然後呢我有 我以前在學美髮的時候 有一次趟黃飛鴻 然後趟黃飛鴻 之後我們就幾個女生 就說靠得不上你腳這樣子 就一直這樣踢一踢 然後就踢 就大家很好玩嘛 然後踢到廁所的時候 那個女生就躲到廁所 然後我就說 然後她就把門關起來 然後把門關起來之後 我的腳就踹進那個門的玻璃裡面 然後我就離開再衝出來 因為那個門中間這一道是玻璃做的 我的腳不是就插進去了嗎 然後我就趕快衝出來說 這麼多少錢 完蛋你不要跟經理講 因為要罰錢 我們那時候賺錢 時刻還十塊 然後我說怎麼辦 然後那時候還沒有流血 然後他們說 你的這個地方 開了一個像嬰兒的嘴巴什麼 就是很 就是整個裂開 對 傷口裂開了 然後他們就打給我媽媽跟我爸爸 然後就來 然後就送我去急診室 然後到了急診室之後 他就開始 因為坐上車之後 他就開始流血 我不知道為什麼當下沒有流血 然後就開始 太快 你還來不及痛 在健身上我媽媽就說 你血很暖 怎麼會這樣子 就媽媽很擔心這樣 但我也不好意思跟我媽說 我剛剛是玩佛山圍腳 太丟臉了 我就說我不小心跌倒 好 然後就血流入住 後來到了急診室 那我那天應該算幸運 因為我就馬上 就有醫生來幫我看 那他有問你叫什麼名字嗎 就說黃飛鴻 我那時候不是 我那時候不是醫來的 還是學生 我那時候還是學生 然後醫生來幫我縫 然後他就說 你這個傷口很深 可能要縫針 然後他就說好 那先幫你打麻症 我就說會不會痛 會不會痛 會痛嗎 然後醫生就說打了麻症就不會痛 我說可是打麻症的時候會痛嗎 就一直在那邊 然後後來還是打了 然後打麻症的時候 超痛 因為他打在傷口上耶 為什麼 根本不能打旁邊 然後好 我就尖叫了 尖叫完之後呢 好 休息了一下 我就說醫生你騙我 然後我還哭 我還說你真的很壞 什麼的這樣才罵醫生 然後來 縫針的時候就不痛了 縫針的時候就不痛 然後縫完之後呢 我就回家了嘛 醫生就跟我說過十天 再回來猜線 我來了之後 醫生幫我這樣猜... 猜到一半的時候 他說可能太早猜了 因為還... 傷口還沒有長好 還沒有密合 然後他就說我幫你縫回去 我說不用了 不用太漂亮 拿掉... 不用... 所以 他後來的傷口 就變得比較大 你為什麼叫他拿掉 因為我不想要縫了很痛 他不想要要縫回去 打那個麻症很痛耶 因為他會在傷口那邊縫嘛 所以他要把麻藥 打到傷口那邊 對 然後因為我真的太怕痛了 可是我真的很抱歉 然後我在急著是 哭天搶地一直叫媽媽 然後我爸覺得很丟臉 他就走了 其實有時候真的會遇到那一種 你想笑又不想笑 還好現在我們都戴口罩 我之前就遇到一個年輕男生 然後他第一次來就是下巴脫臼 那其實在急診還蠻常遇到的 就先打個止痛 然後比較不痛的 瞧...就把他拉回去了 拉回去之後我就說 那你就是不要吃太硬的東西 然後不要大笑 然後就... 其實固定完都還蠻好笑的 因為他會... 固定完還蠻好笑的 然後會綁起來整個臉 就像一個禮物一樣 然後綁個三角巾 然後女朋友在旁邊一直笑... 然後就... 一路就回去了嘛 就很歡樂這樣子 結果隔天晚上我上夜班 他又來了 他又來了 他就這樣... 怎麼又這樣 對 也是我看的 我就說... 那怎麼會受傷 然後女朋友就在旁邊 一直笑... 他說醫生 你知道他為什麼昨天會脫臼嗎 我說我不知道 我說... 因為他昨天吃了一顆梨子 梨子比較大顆 他一啃就脫臼了 他說... 對啊 那可是不是拉回去了 他說... 那你知道他今天為什麼受傷嗎 為什麼又脫臼嗎 我說我不知道 他說... 吃一個蘋果 對... 他為什麼不切 為什麼 他女朋友還跟他說 醫生不是說不能吃太硬的東西 然後男朋友說 沒關係這個... 昨天梨子太大顆 這個比較小顆 然後一啃就... 一啃就馬上脫臼 然後唱就... 在那邊一直抖一直抖 然後就... 不信邪啦 這些人能不能切片吃啊 為什麼不切片 為什麼不切片 他可能覺得這樣比較有口感 他可能要測試一下 我腳症回來 我這樣咬完 沒有問題就表示我腳症 不會再脫臼了 他有時候自己要試一下 但會不會習慣性鬆弛吧 會啊 如果一直脫臼的話 對啊 那習慣性脫臼 真的不要這樣 所以隔天又把它綁成禮物 天天都是禮物 好不好 我們通常就... 我們剛剛有講嘛 就是病人來的時候會減傷 那減傷的時候 護理師就會打那個主術 那我們醫生在看病人之前 我們就會先看那個主術 還有他的生命真相 然後知道說 我們待會兒要怎麼去 這個病人 那結果這個病人 這個病人他的主術說 剛剛被牛撞 一個先生 你知道我的醫院是在 貼母跟石牌的交界處 那邊怎麼會有牛 對啊 怎麼會有牛 所以我那時候... 好車啊 大牛啊 然後他說肚子很痛 然後我就想 這個地方 這一區可能只有我真的騎過牛 因為我是來自中央山脈的布農族 對 所以我第一個 就要想最嚴重的狀況 所以我就趕快去看這個病人 然後他就一直摸肚子 真的很痛的樣子 所以我就直接問他 公的還是母的 知道為什麼嗎 有沒有腳 對 聰明...對 所以他說是母的 我就...太好了 那我就放下心來 他怎麼知道是母的 有沒有腳 某些人像城市小孩子 不知道公牛長 就是母牛長什麼樣子 可是他有經驗喔 所以那時候趕快幫他處理 然後看了有沒有內傷 最擔心就是內出血 內出血 對 所以就幫他做檢查的時候 就開始問了 你知道這裡是天母 我在這裡沒有看過牛耶 對 然後他說 沒有啦 我是在陽明山 陽明山養牛 然後他就說 醫生你也滿厲害的 你還會問我公的跟母的 所以好險是母牛 真的... 因為他是養牛 所以他當然知道啊 是 他當然知道公跟母 對 真的 之前遇到一個 半夜來掛急診的 年輕男生喔 他的主述說 所以我太好奇 我就問他說 你要怎麼不小心吃到肥皂 他就拿了手機的照片 他說我們家肥皂長這樣子 結果我一看 他們家肥皂長得像牛奶糖 重點是還裝在醬牛奶糖 真的耶 那很像年節禮物耶 真的 他的肥皂這麼小顆喔 他的肥皂這麼小顆 每一顆都可以拿來洗 那是洗手的 對 那也不是他的 那是他家人買的 他也不知道 就好奇拿來 結果一吃了一咬一口 覺得很怪 一小部分就吞下去了 半夜很慌張 也沒地方去 就在家裡越想越不對勁 就趕快跑到急診來 那其實後來幫他評估完 就這個其實大致上身體都還好 而且那個量很少 肥皂是一個弱鹼性的物質 那這麼少量的 其實不太會有全身的毒性 不過我覺得 我跟他講的過程中 其實就是要衛教他說 這個有幾點很重要 這個家裡面 有這些瓶瓶罐罐 其實絕對不要隨便分裝 一些藥瓶 可能就會想要方便 我們就拿寶特瓶 裝一些點酒 什麼那個都不太合適 再來就是有這種 奇奇怪怪的 這種清潔用品 有小朋友就把它說好 那如果其他家人的 一定要跟他講清楚 這個絕對不是可以吃的 因為其實我後來去市面上查 發現還有更多 像做的像蛋糕的 做的像手工餅蛋的 其實各式各樣都有 所以這種意外 絕對會再發生下一次 沒錯 吃的肥皂會被那幾天 打嗝都泡泡 沒有 順便清個腸 我喔 我是把那個擦頭皮的藥水 當眼藥水 很痛吧 而且這件事情喔 你看那照片 我有帶照片 真的很痛吧 對 基本上呢 因為你看這兩層喔 左邊的是 好像喔 人間類意 右邊的是擦頭皮的 擦紫頭心皮膚眼的藥水 右邊真的有點像眼藥水 右邊是很像 對啊 那因為我呢就是 把那個擦頭皮的藥水 放在我家的吧檯上面 那我就擦一擦水手 放在那個 吧檯上面 我太太跟我說 你要不要收起來 不然你把它當眼藥水 點就完蛋了 不可能 對不對 對 對啊 結果我跟妳講 隔一天而已 才隔一天喔 就發生了 對 就發生悲劇了 我從家 從公司回來下班 我要去上廁所 就水手拿著 就才一滴而已 我就知道我點錯了 天啊 我已經看到她是 頭皮水 來不及了 她就滴到我的左眼 然後我就一陣濁痛 天啊 然後完了之後我就說 我就大叫說 完了 我要瞎了 這樣子 然後我老婆在廚房就跑出來 怎麼了 我就跑去 這不對啦 要用食鹽水沖 但是我管不了那麼多了 因為我就在廁所旁邊 我就直接拿那個自來水沖 我的眼睛 我太太再去拿食鹽水幫我沖 那我那時候一拍一拍 我就看到我的角膜就是 紅色的 天啊 很刺痛 但因為我已經來不及去急診 我家附近就有一個眼科 那我就先打電話過去 因為是我固定去檢查眼睛的眼科 我就跟護士說 不好意思 我剛剛把那個 頭皮水誤當眼藥水去點錯了 他說 那你要把它帶來喔 那我說我現在來 可以先看嗎 因為我真的覺得很怕 怕我的眼睛怎麼了 對 那護士小姐跟我說 OK 你先過來 我跟醫生講了 也會幫你跟其他病患說這樣 那我一到那個眼科 就一排的人在等 我就真的很抱歉 那因為人家看到 就發現我是誰 那當然也沒有人會指引你是特權 因為你的眼睛就是很紅 對 很急的 很緊急的 真的很緊急 對 瞎掉真的不行 然後我就跟他說 抱歉 我把揪一下很痛 然後大家就請你 你趕快進去 那我進去就是一個女醫師 是我常看的醫生嘛 他說 你怎麼會把頭皮水 當成眼藥水點呢 我就給他看 他一看之後就笑了 太像了 這個真的是滿像的 他就笑了 他的笑是 的確很像 他就跟我講說 你這個真的要注意 他就幫我檢查眼睛 他說你的腳膜就是破皮了 因為他就會躲傷 但你不要太擔心 這種一般可以插在頭皮上的 他不是強酸強健 好險 要不然你就不會是這樣子了 他就跟我講 裡面有個成分 他說 我有點忘人的叫什麼 他說你這種東西 其實基本上 對我們的眼睛也好 或是黏膜 它是很刺激的 所以呢 千萬不要放在 隨手可以拿到的地方 如果今天他是 點到小朋友的眼睛 那可能比大人還嚴重 然後他就有點 唸了我一頓這樣子 在急診什麼都會遇到 我有一次就是 大半夜也是一個先生 來掛急診 那他就跟我說 他全身都不舒服 心跳很快 很焦慮緊張 你看起來他就是有點 恐慌發作的那個樣子這樣子 然後我問完診之後 他就跟我說 醫師所以我這麼不舒服 你可不可以讓我在急診室 待三天 三天這個就是很奇怪的要求 通常都希望我們打個針 留瓜一下舒服就回家 為什麼要三天 然後他跟我說 醫師我就是最近 工作做什麼就不順 做什麼就是老闆罵 然後一下子車子壞掉什麼 他就是不順 所以他去找了師父幫他算 結果師父就跟他說 你家有個小鬼 那這個小鬼就是 因為他在你家 他沒有辦法離開 所以你才會被他參政 你會一直很衰這樣子 然後他聽完 原來是小鬼 他就回家了嗎 那回家晚上到了 他看看他的房子 他終於知道小鬼為什麼出不去了 因為他其實租了一個 蠻便宜的那個雅房 他的廁所 他的浴室是跟人家共用 沒有窗戶 他走一個門是對著走廊 所以他想一想 難怪小鬼出不去 就在我旁邊這樣 所以他就來掛急診 想在這裡躲三天這樣子 他可以幫小鬼開門 對啊 幫他開門 讓他出去比較好 我後來聽完 我後來聽完是跟他說 可是你可以去找朋友家 或者是就是旅館也好 為什麼需要想要來急診 他說在我朋友家不安全 在旅館不安全 我覺得我在急診室 你們醫師就好前面 護理師在前面走來走去 這裡陽氣 說的也是 他說這裡最安全 那邊燈火通明 真的 人來人往 可是乃哥我們急診 我們幫病人治療身心靈 這個靈是心靈 不是鬼兄弟那個人 所以我後來覺得 我們床應該還是要給緊急的病亂使用 我後來就他說 你等一下不要去躺那個角落 那個機器放在那邊 有時候都自己開機 不知道為什麼 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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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等一下我幫你先打個針 你會舒服一點 我跟你說 我跟你狀況很像 我最近也是遇到病人 那病況都很糟 我也覺得我常常忙著焦頭爛的 然後我們醫院有護理師看得到 他就跟我說我後面有三個這樣 你不要告訴別人 真的 我們再來看下一個狀況 急診醫生好害怕 這些情況看多了 因為我之前遇過一個患者 他其實是 那時候是EMT通報 就是說是墜樓 那就想說墜樓的話 可能已經嚴重的外傷 他送到急救室的時候 我就想說 人好像是清醒的 所以頭應該沒有外傷 那我就去問他說 怎麼樣發生的 他說他從五樓掉下來 好高 掉下來 他應該是哪一種監工之類的 反正就電梯 他從五樓按電梯 然後那個台車沒上來 他就這樣講 然後他就一直在嗨 他說你先幫他打指痛 我說好 我先看一下怎麼受傷 然後一拉起來 我就 我跟護理師就兩個看了一下 就說 有點嚇到 因為他其實整個小腿是 變形了吧 好奇怪 Oh my God 轉過來 然後那個腳掌 本來正常是這樣子吧 他這禁骨跟飛骨都斷掉 然後這個腳掌就整個往上面 對 看起來應該是 他應該是就是一隻腳 直接落地的 插下去了 對 然後他就一直在嗨很痛 趕快幫他打 這個叫是真的是一隻 真的 背血衝傷口 然後就會成骨科 骨科一來 看了一下 他也說 這個很難開 很美到喔 對啊 因為他那個其實都已經 睡得太厲害 然後整個環節也都受傷 他其實年紀不大 三十幾歲 所以我聽骨科說 他開了兩次還三次 就是分階段 慢慢把他重建起來 粉碎性骨折了 對 而且他整個 好嚴重 這種場景真的看過很多 前陣子也是有墜樓的 然後說三樓下來 我想說也應該是沒有生命症 不過還好他是三樓 掉到二樓有雨澤 一次來了 然後看到 頭著地 頭皮都掀開了 趕快把它蓋回去 因為我怕 不也是會有心理創傷 你知道嗎 但是我覺得這些對我來說都還好 因為我們真的看了非常多 我其實有障礙是 我曾經 我不讓我的小朋友自己過馬路 即使我現在孩子已經 我的大兒子現在國二了 我還是對他過馬路 我都會有一個陰影 因為我曾經在幾年前 有一個孩子 然後過馬路的時候 被一台車子碰到 他不是撞到 他是碰到 所以衣服 因為他是貨車 旁邊都有一些勾東西的東西 就是勾到他的衣服 所以小朋友是被拖行 車主一開始不知道 對 所以他被拖行一段距離 後來 送到急診室的時候 其實小朋友的下半身 就是血肉模糊 後來我們讓他送去開刀 因為其實他要補皮 他甚至那個傷口 是有裂到肛門 他肛門還去重建 所以其實對這個印象 我一直有陰霾 就是孩子過馬路 其實非常危險 然後因為他會上學 你不可能隨時隨地在他旁邊 對 所以我都一直叮叮他 你要過馬路的時候 你如果看到是綠燈 你也不能直接過去 對 而且現在都 孩子也可能會拿手機 你如果就是綠燈 你要過去還看手機 真的很危險 因為你會注意 可能別人不一定會注意到 我就百般的叮嚀 終於有一次 我在家裡 就是做報告 然後孩子肚子餓 要去買早餐 就在我家樓下對接 那個接到很近 就是對接的 有一家便利商店 他要去買早餐 然後我就知道 你可以你自己去買 爸爸現在在忙這樣子 然後他一出門之後 好像聽到煞車聲 就是開始有一些不好的那種畫面 一直在我腦海中閃過 我真的就覺得 我沒有辦法再繼續做這個報告 我就趕快跑到我家的陽台 找一個角落 可以看到哪一家便利商店 還有那種馬路的電話 就想看看有沒有好好的過馬路 然後就看到他 好像邊哼著歌 腳步輕盈 然後走到那個路口 還看看有沒有車 然後再過去 然後就進去玩 然後我就開始等 你怎麼買這麼久 因為我要做報告 你怎麼買那麼久 後來他出來 我在看他 真的就是等紅綠燈很乖的 等紅綠燈 綠燈 還看看有沒有車 在做 我就放心了 他就這樣回來 我後來想 那還不如我一開始就去幫他買 我把他留在這裡做報告 結果他去買 我也是很不放心 但是有時候有一些畫面 發生在孩子身上 我明白那個父母的事情 對 真的 其實我們這幾個醫生 都身經百戰 我們都看過 大家沒有辦法想像的 也是恐怖電影 完全沒有辦法看到的畫面 但是我必須說 其實面對死亡 我們跟大家是一樣的恐懼 那就是在去年的疫情 最高峰的時候 那時候死亡率最高 大概就是五月四五兩七月那個時候 我就直接搬出來 因為那時候已經有醫生 救了一個COVID-19的病人 但他自己就死亡了 那那麼嚴重的狀況下 我們是不敢回家 不敢回家 所以我們都是住 就住在外面這樣 那那個時候我守的那一區就是 急救的病人 就是可能已經死了 或是快要死了 那你不可能等到他的test出來 你才去求他 對 那根本來不及 所以那天就來了一個 年輕的男生 他腎衰竭 心衰竭 他整個肺都積水 再一兩分鐘 他大概就會沒有呼吸 沒有心跳 對 所以那個時候 就趕快把他推進來 那他的家屬 在那個時候很嚴謹 家屬只能在外面 不能進來 那我就是守這樣的區 那我跟兩個護理師 剛好那個Tim 我們剛好就是兩個 三個都是女生 那我們三個女生 加起來的體重 可能都沒有這個病人重 所以他是一個一百多公斤 非常難插管的一個病人 因為他是肺積水 所以他很多的飛沫 一直噴出來 一直噴出來 所以我身上都有 對 然後那個時候 我們大家都很安靜 我們大家都是戰戰兢兢 結果我挑的時候 我要插進去的時候 我東西掉到地上 結果我們三個女生同時 啊 那個啊 其實在告訴我們說 其實我們三個都很害怕 對 然後那時候 就穩住心情 再來一次 這一次一定要插上 終於我插上了 然後插完之後 我們把他穩定了之後 他開始血壓 心跳 慢慢地穩定了之後 我走出去 通常在沒有疫情的時候 我下一步就是趕快去安撫家屬說 OK 現在穩定了 但是我發現 我根本沒有能力走去他家屬的旁邊 我的手跟我的腳都在顫抖 然後我覺得我自己都需要被安慰 那時候我已經進演藝圈了 然後有一天我就去參加一個活動 剛出道的時候 他們離開的時候 就有送那個馬卡龍 然後我就拿著那個馬卡龍 去做指甲 我就吃了 我就吃吃吃之後 我在玩手機 然後我就說 我就開始揉眼睛 我就說 我說你們今天是打掃沒有乾淨還是怎麼樣 我說我有點癢這樣 他就說沒有 我們今天沒有什麼的 然後我就說是喔 好 一開始沒事 然後就揉揉揉 然後後來他抬頭的時候 他說熊熊你去照鏡子 我跟你講我的眼睛是這樣子喔 慢慢這樣 這樣子腫的跟 熊貓一樣 對 沒有就是他是整個腫起來 然後腫起來之後 我就很緊張嘛 我要打電話的時候 我跟你講好險 我那時候我有講說 快點來那個指甲店 然後我就 我送去醫院的時候 醫生說超級嚴重 因為我是急性過敏 後來就是 我看到馬卡龍我會害怕 那是很像肥皂的馬卡龍 不是 他就是 很像馬卡龍的肥皂 可是因為 我後來有去驗過敏原 就是醫生那時候是說 可能是什麼 性人 性人果核還是什麼的 可是因為我驗過了 不是那個 那後來醫生就有講說 因為其實還有很多那種 物質是沒有錄那個檔案 就驗不出來 所以他就跟我講說 那你就是還是不要吃 所以我現在看到馬卡龍 我會怕 而且是急性 對 我就是差一點 就是氣管閉鎖 他這個是過敏的最高級 對 我們通常平常過敏就是 皮膚腫一樣而已 是 對 但是那個不會怎麼樣 只是這些病人都會一直叫 在急診 那不會叫的就是這種 不會叫的過敏就是這種 來不及叫 對 因為這種就是要趕快 如果說沒有趕快 要及時的去救他的話 他下一步就會被插管 就是大家在急診 應該遇過很多案例 其實會讓大家有些陰影 我自己的陰影是 攪拌的那種果汁機 你不能看到 我怕到就是家裡 我自己絕對不會用 那這個其實是因為 我在剛進急診的時候 曾經就看到一個 他是一個在工廠工作的工人 他來的時候 因為他在工廠工作 他手不然被捲到 攪拌機裡面 那所以他捲進去之後 他來因為他們工廠 一定不可能讓他這樣 血淋淋一直滴 所以他們就用的一些 簡單的包一包這樣看 那再來我們還是要拆開來看 因為畢竟我們還是要評估傷口 大概從手腕這邊開始 先被轉個360度 天啊 然後手掌再轉個540度 根本就是一團肉 然後角度什麼 全部都已經凌亂的亂七八糟 所有的手骨那些什麼都腕 腹肉模糊 人家講 沒錯 他的整個手已經變成一個 看不出來的形狀了 那因為病人也很痛嘛 這個我們當然 一定趕快給他止痛 趕快幫他準備 可是我們還是要看一下 他的這些傷勢 這翻動的過程 病人是痛到不得了的 天啊 就是瘋狂的 他是一個男生 年輕男生 但是他就是忍不住 瘋狂的打架 太痛了啦 真的 那後來這個當然 整型外科醫師 盡量他們能夠幫他補的 就修補 但是有很大一部分其實都是 最後都是得截之截掉 那個補的回來 其實他功能 後續也花很多時間在復原 所以我大概對說螺旋內的這個 都非常的有意義 太怕 這個要訓練的耶 你知道有一次 也是在急診室來了一個 在外面開 扇器的那個病人 那他開完那個扇器之後 就是因為 當時就是他的腸子 因為本身有糖尿病 慢性病 結果扇器一開完之後 腸子變得太腫了 長肚子關不起來 那我一看 把紗布一打開 那個腸子就 因為你本來壓著有壓力嘛 你一打開又一開 那腸子就開始跑出來 然後當場當然是 醫護人員都沒有 也很少看到這樣子的場景 我後來為了訓練大家 我們處理那個病人 結束之後 早上 因為那是大夜發生 晚上發生了嗎 早上我們去吃粉腸湯 大家來好好地治療自己 魏醫師 你這樣 我要怎麼吃米粉湯 很強啊 米粉湯不要加粉腸 我們常常在聊 就是說 那我們上 醫師好辣這麼好一個平台 我們到底要做什麼 因為我們不需要 多一些宣導 對 我們不需要大家來掛 掛我們 對 不需要大家來急診 然後一直搶 要被掀看 那我們可以做什麼 我們可以做一些社會責任的事情 那這邊就是要再推廣一下AED 尤其在近期 有很多的名人 都在很冷的冬天處死 對 在很早期的時候 AED還沒有那麼被普遍去重視的時候 我們其實在急救最重要的是 CPR對不對 但是我們現在已經知道了 CPR加上AED 這兩個加起來的話 我們可以把一個人 從死裡面救回來 所以最近有一個案例就是 他是一個公車司機 然後他自己覺得胸痛 他自己覺得不舒服 然後我那時候當下是覺得 是覺得很感動 因為他在開公車 然後是上班的尖峰時期 他可以製造一個交通的 連環大車禍 但是他用他最後的力氣去滑行 滑到路邊去撞那個電線桿 我看到這個新聞 有看到這個新聞 對 然後車上的乘客 居然知道要做CPR 而且車上的乘客一邊坐 一邊祈求他可以活過來 因為他也救了 同時救了車上的乘客 所以那時候就送到我們急診來 路上119也有用這個電解器 然後CPR 然後終於到我們醫院的時候 我們就在啟動葉科摩團隊 然後後來這個病人就活過來了 太棒了 所以就是一定要搶這個時間 那這個時間很短暫 只有四分鐘 所以除非你死在醫生 死在我們的前面 這不可能 所以大家一定要會急救 一定要會AED跟CPR 是 那乃哥要不要開開看 這個公共場所很多都有 公共場所都有 幫我們教大家什麼使用 拔局 消防局都有 如果你沒有上過急救的課程 我們那個叫叫壓電 你都不會 都沒有關係 只要你看到一個人 倒在你的眼前的話 他看起來沒有呼吸 沒有心跳 你第一個先去求救 先去打119 然後再來 你就是找附近有沒有這個東西 AED 對 那有的話其實非常的簡單 對 OK 好 它在AED打開裡面 就有這個貼片 對 就是這個貼片 對 然後 其實我們什麼按鈕都不會 但是你知道打開它 對 POWER接開 請你按 綠色亮了 對 啟動成人模式 所以我們現在是用成人模式 取出電機貼片後 參照圖式將電機貼片緊密貼於患者皮膚 這邊有 它貼片上面都有告訴你說 到處位置 對 對不對 你就貼它身上好了 左邊 右邊圍 一邊是這個 一邊就腰 對 腰劑的位置 對 好 需要進行電器 所以它會告訴你說 它需要進行電器充電器 天啊 等一下 你這是訓練要的嗎 這是訓練 你怕什麼 你怕什麼 不要怕 不要擔心 這裡很安全 然後它就說你可以電 然後就按下去 這樣就電完了 對 對 可是接下來你不知道怎麼做 對不對 它教你 對 技術 它就直接告訴你說 按壓胸部30回按壓深度5公分 它告訴你說 胸部 對 然後它也給你這個節奏 要照這樣這樣 對 你就不會太快或太慢 對 所以其實是非常簡單的 而且 而且你會發現 你沒有上過課 你好像覺得 這樣我也會 一下就懂了 不好意思請教 它這裡有一個七歲 現在是我往這裡撥嗎 對 往這裡撥 小孩子 因為小朋友的話要貼前後 前 心臟前 前胸後背 前胸後背 其實很前顯一點 沒有打開我們也不知道怎麼用 對 我們常常看到也不知道怎麼用 這一集好重要 可是打開之後 會不會覺得很簡單嗎 沒有 其實 有 有 其實現在我們求救 也不需要離開病患 因為大家都有手機 所以其實在最新版的 的急救教學裡面 他就特別跟你說 你就把你的手機拿出來求救 而且 現在其實我們有在推廣所謂的 DACPR 就是派遣員來協助你 幫病人做CPR 那因為我們派遣員中心 接到電話之後 他不是在病人身邊 他會簡單問你幾個問題 第一個 你現在身邊這個輕油患者 意識怎麼樣 病人會問你 他呼吸看起來怎麼樣 那如果這兩個沒有意識 呼吸看起來沒有呼吸 他就會叫你CPR 做CPR 他就會在電話中指導你CPR 同時他會派遣救護車來 來到現場 所以其實大家不要害怕 去急救病人 因為會救了他一命 當到了急診室的時候 還是要有點同理性 好不好 你就算不懂檢商 你也要看有嚴重的 你就稍候一下 對 不知道的急診 就是說到了掛號 就照順序看 是 還是有先或順序 對 當然嚴重的是必須先看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如果想要收看更精采的內容 記得選旁邊的影片喔